美国的核心科技发明者竟是中国人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直是美国人在掐我们的脖子吧 其实美国硅谷有2万中国人 十大材料科学家中有6名是华人 5人毕业于我们国内的顶尖学府 他们都任职于美方单位 所以在众多领域 真正掐我们脖子的是在美的中国人 去年华为任正非在他自己内部的会议当中表示 说我们不会和北大清华合作 他说如果人跑了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就在2019年 中国留学生白皮书当中显示 28%的人数愿意回国 中国青年报当中采访18位清华学子被问到 愿意出国深造的是14位 其中4位是视情况而定 更含心的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回国呢 只有3位是坚定的 简直是令人震惊害人听闻的数字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咱们中国的人才都愿意待在北方 不愿意回国发展呢 问题分两点 一待遇问题 二荣誉问题 首先我们来聊待遇 的确咱们国内的单位啊 对这些人才的待遇确实是差了点 薪资最高的当属清华的应届毕业生啊 年薪也大概在10万家左右 而相比美国动则几十万美金的奖金 很难让人不动心 这时候可能会有人骂了 就因为那点钱 你就愿意待在国外 咱们收完了钱啊 来说说荣誉问题 比如严宁博士 那可是生物界响当当的人物啊 可是他却在国内都评选不上一个院士 评选失败的原因非常多 很复杂 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 他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橄榄枝 同时被评选为更难的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还有著名药学家图悠悠 大家都知道啊 因轻薅素治好了瘧疾 救了数百万人的名 他可是国内第一个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 但是却在国内连个院士都拿不到 所以啊 依偎批判 不如好好想想如何善待人才 当然 我国对于人才的重视程度和优惠政策 都在大大的提升 比如说海归 回来有一些奖金啊 落户政策优惠啊 买房买车都能更便宜啊等等 其实啊 不可否认 咱们和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但是要知道 人才才是全球的最稀释性资源 获得人才才有真正的话语权 咱们通过华为那种大的民族企业 也能看得到 人才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在哪 所以啊 我非常的希望 咱们国内能够有更多的人才 可以愿意留下来 同时呢 能够助力咱们中国的科技 更上一层楼 抖音 咱们不过来 我得要用 自己的码